台积电和苹果这两家科技巨头 最近因为要不要涨价的事情硬刚了起来 苹果的高端芯片主要就是台积电在供货 那么对应的呢 苹果就一直都是台积电的主要大客户 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彼此相互需要利益共生 但是在目前全球经济下滑 消费疲软之际 台积电所提出来的一个涨价要求 却被苹果公司给硬刚了回去 那么就是苹果拒绝涨价 作为半导体芯片代工龙头的台积电 究竟会如何回应苹果公司的这样的拒绝呢 是同样的硬刚过去 要么涨价 要么我就不卖给你 就不跟你合作了 还是台积电干脆服软 继续以之前的价格来卖芯片给苹果呢 这就成了摆在台积电面前的难题了 这其实也同时宣告了 苹果公司与台积电公司 这两家科技巨头之间 关于定价主导权之争正式打响 这里面呢 同时也还有 就目前高端这个芯片呀 究竟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这样的一种行情判断 对吧 我认为你离开了我不行 你必须得买我的 所以我得涨点价格啊 那么另外一方认为呢 现在全球经济都疲软 消费者的购买率都下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明明就是买方市场 你卖芯片给我 你不仅啊 这个不应该涨价 你甚至应该降价 所以呢 双方之间就是各知一词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话题 和大家分析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 苹果与台积电之间的 这一个博弈这一步 啊 究竟会怎么走 苹果在台积电呢 我们知道投了大量的产品 包括像苹果公司的 4纳米的A16的处理器 5纳米的A15 M1 M2等等啊 主要的产品呢 都是由台积电代工 苹果公司如此这般 明确拒绝台积电 就是一场关于核心供应链 主导权的暗战 我们知道苹果一直是 双供应链模式 任何一个关键的元器件 它的生产 都要有两个 甚至两个以上的 主要供应商来供应苹果 让它来做选择 一旦其中的一家 不符合了预期 或是呢 谋求定价权啊 涨价或产品质量 不如以前了等等 反正各种原因 那么苹果公司呢 它就可以选择另外一家 来形成一种市场的制衡关系 牢牢的来掌控住 整个供应链的溢价权 但是它苹果公司呢 也不会刻意的去压榨 供应商的利润 那这当然是站在 苹果公司自己的一种说法 我们从市场上来说呢 供应商它需要在一个 合理的利润区间 才有希望啊 有资金啊 愿意去投入 进一步的来提升 公益以及技术标准 你如果把它压榨的太过分呢 那么供应商可能觉得 无利可图 或是即便有一些啊 赢头小利 我也就没有多少资金 没有更多的资源 来进一步的投入和研发 所以这个本身在商战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既是合作 又是竞争 又是彼此算计的这个关系 那么在过去呢 一般有供应商提出 涨价要求的时候 如果要求是合理的 那么苹果公司呢 也并不是说通通都拒绝 比如说过去因为富士康 郑州的人工成本呢 上升了 我们知道富士康是苹果公司 主要的代工企业 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组装厂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一些核心的 这个核心的能力吧 应该这么说 那么富士康在郑州本身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生产基地 于是乎呢 人工成本的上升 所以苹果公司就直接给富士康 他的整个代工呢 就做了一些价格的上调 那么承担了其中一部分的费用 这就是一个案例 但是对于他认为不合理的要求 苹果公司就会明确的拒绝 而这一次台积电涨价呢 也是有它的原因 并不是为了什么乱涨价等等 台积电呢 是因为最近一些年呢 由于各种因素的上涨 它芯片本身的代工成本 实际上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那么台积电为了维持 企业的正常运作 台积电就希望能够提高芯片价格 因为它的上游 可能原材料呀 设备呀 方方面面的都在涨价 其实通货膨胀时代 那么各种物价都在上涨 甚至包括你生产 这个芯片所需要的电力 要知道呢 台积电的芯片工厂 它就是一个吃电大王 它的消耗的电力是非常之高 那么你说全球能源上涨 你看欧洲被整成什么样子 那么电价上涨 你说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上涨了呢 那么台积电给出了这个理由呢 你不能说它讲的没有道理 对吧 实际上呢 台积电也知道 苹果公司是它的大客户 不能够刺破脸 这个合作关系呢 既是彼此之间的这个 有这种价格上里面的不同看法 但是呢 彼此之间也有很深的共同利益 那么选择了这个苹果呢 把苹果的所谓的涨价呢 也做了一些区别对待 我们知道在之前呢 台积电曾经宣布 把芯片代工的价格 要上涨10%到20% 但是仅仅把苹果的 A系列的处理器的芯片代工价格 上涨了3%左右 也就是说呢 过去台积电 它已经对苹果公司的价格呢 做了很大程度的让步 远远低于台积电 给其他的芯片设计公司的 这个价格上涨的 这个涨幅空间 所以呢 以前就已经没有给你涨了 对吧 或者说让利了很多 那么现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台积电再次提出涨价要求 A 苹果公司照样给你明确的拒绝 那么这场争端 就宣告着苹果与台积电 这样的一种定价主导权 彼此之间的这个战争 或者说呢 这个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博弈 就正式的打响 在苹果来看呢 台积电可能是在 谋求定价权上的 未来的定价权 未来主导权 因为在芯片代工领域呢 苹果公司 他没有办法做到 所谓双供应链平衡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就必须要说 台积电 他说这个话 他要涨价 他也是有他的底气的 对吧 他就是牛掰 没办法 我台积电公司 你苹果公司 你不是喜欢搞这种平衡策略吗 你无论是屏幕啊 或其他的 那更不用说 说一些相对科技含量低一些的 零配件 他都有很多的供应商 把它给分散开来 那我现在台积电 我就是把 可以把技术做到 独一无二 或者说呢 做到全球综合性价比最好 因此呢 苹果公司的 前面所说的那种操作呢 他就没有办法做到 如同前面所言 苹果大部分的零部件 基本上就是采用这样的一种平衡的策略 双供应链的策略 让他们之间相互竞争 压低成本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呢 对不听话的 直接把你给灭了 对吧 剔除掉 换掉 那么你这样的工厂呢 公司啊 也就面临很大的风险 苹果公司甚至还可以出钱出力 出资源 去培养新的厂商 来加入到这样的一种 恶性竞争的行列当中 但是在芯片代工领域呢 仅仅有台积电一家 我们说的是高端啊 高端的芯片 综合性价比 因此呢 台积电的不可替代性 就非常明显 苹果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台积电的定价主导权的危机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呢 这个把事情摊在桌面上 摆开了谈的核心关键 实际上在过去呢 富士康就曾经给过苹果这样的压力 随着富士康一价独大 无可替代 江湖地位越来越高 重要性越来越强 2016年前后呢 富士康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唯苹果马首是瞻 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轻易接受苹果的各种压榨 各种价格低廉的条件 当时的苹果开始要求供应商报价 降价 给我降20% 要知道 这利润空间才有多少呢 你说苹果公司一口气 就要供应商给我降20% 当时 苹果公司的这一个无理要求 就遭到了富士康方面的明确反对 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公司则认为 这样的定价根本难以接受 对吧 你这个苹果公司 你把钱赚走了 我吃什么呀 我喝西北风吗 而且富士康当时表示 如果没有合理的利润 将不再接受苹果的订单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话说的硬气显然是有底气的 我们知道呢 商人对吧 商业非常的理性 都是真金白银 都是和平时大家聊聊天 口海几句不一样 那可是要把自己的腰包 这个掏出来的 对吧 是要拿钱开路的 如果说一个不小心呢 你公司可能都会面临重大的损失 所以呢 富士康当时的这一个强硬的姿态呢 也是有他的底气之所在 那么后来苹果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苹果就把一些订单呢 先后分给了和硕 分给了力讯精密 分给了伪创等等 其他几个代工工厂 而且呢 还不断扶持 其他代工工厂的壮大 发展到今天呢 应该说包括像力讯精密等等 都在持续的壮大和成长 相关代工的产品 也从声光电 各种零部件产品 逐渐升级到了AirPods耳机整机 而且在2020年 制资33亿元 收购了伪创两家子公司 获得了关键的iPhone整机代工业务 如今随着力讯精密的一路走高呢 那么对富士康的替代效应呢 也就出现 今年有消息指出呢 力讯精密拿下了更多的 苹果手机的代工订单 那么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要说 这个富士康呢 依旧是苹果相关设备的 主要的代工厂商 这可是整个市场的格局 整个供应链的格局呢 就已经打破 相对于过去呢 我们看到富士康的订单占比 以及它的溢价权 就已经被这样的 这个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策略呢 持续的削弱 富士康也明显的 比过去听话的多 这个呢 是商业的理性来决定的 倒不是我们平时这个大家 这个朋友之间 或是什么和一些人士 有争端的时候 什么听话不听话 这两码事 对吧 不是面子之争 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商业的博弈之争 但是台积电呢 它本身不是富士康 要这里必须要说 台积电的技术实力 与不可替代性 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富士康 这里不是说瞧不上富士康 觉得富士康没技术含量 不是这么回事 台积电它的的确确 在这个世界上呢 那么它有它的独到之初 核心技术 那么其实苹果呢 当然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 韩国的三星不是一直在说 又取得了突破 隔三差五的就突破 对吧 那为什么 这个苹果公司不可以选择三星吗 实际上呢 我们必须也要看到 三星的整个芯片生产的工艺 和台积电的工艺相比呢 还是有差距 不过呢 正是由于台积电的不可替代性 苹果公司感受到了 在芯片代工方面的危机 也开始通过削减订单 以及拒绝台积电的方式 来实现制衡 比如在今年的7月份 苹果公司 英伟达公司 AMD这三大核心客户 就削减了台积电的订单 那么其中呢 最大客户 苹果公司 削减了10%的订单 此后消息指出 由于苹果对基于N3工艺的 第一个项目 那么效能方面表现不太满意 所以苹果公司 已经放弃了台积电的N3工艺 从削减订单 到放弃台积电的N3工艺 再到明确拒绝台积电的涨价要求 苹果公司 与台积电公司之间的 深层次矛盾 似乎也就掩盖不住了 苹果此前的A16 A17 M2 系列芯片已经预定了 台积电的4纳米3纳米 大量的产能 在没有预到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实行强行涨价的话 那么这就无疑让苹果方面 更为不满 苹果是否会就借此机会 将订单分一部分给三星呢 在芯片代工领域 形成双供应链体系 这也正是苹果公司所期待的 那么未来的走向呢 也真的是很难判断 三星是这个世界上 目前最有实力来制衡台积电的 虽然无论是市场占有率 技术成熟度 良率 还是各方面的 这个在商业上的实践 那么方方面面 三星和台积电相比呢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即便有这么大的差距 三星已经是这个世界上 除台积电之外 在芯片生产领域 做的最好的公司了 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二名 虽然两者之间差距比较大 早在今年的6月30号 三星电子就宣布了 三纳米芯片量产 虽然外界也有很多的质疑 但不管怎样 三星自己拍着胸脯 保证相信自己 根据三星官网的数据 三纳米芯片相比之前的五纳米芯片 性能提升23% 功耗降低45% 芯片的面积缩小16% 在最新的三纳米之争 三星采用的是更加先进的 所谓的环绕山机场效应经济管技术 而台积电使用的则是 相对较为落后的FIN FET技术 当然很多时候先进与落后之间 就看是谁说 谁去评价 从哪个角度说 所以我们说成熟的东西 未必就是不好的东西 很多事情 你是因为的追求新的东西 其实从最终产品的效能上来说 也未必就一定好 台积电 它有可能是第一次 在工艺制程方面 采用相对过去的技术 而被三星使用新的技术 无论你使用哪一种技术 最终我们说 产品要被消费者 被你的客户来满意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由于三星方面 没有透露良率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你的综合的情况 而不是只看单一的维度 单一的指标 于是乎 三星方面对外所做出的 这一套公关行为或是发布会 也让人猜想 三星可能在良率上 根本就没有优化好 总体而言 台积电可能再度面临 三星的强势 抢时与竞争 那么这里面 也是的的确确 存在着一定的危机 因此从三星 在三纳米的突破 与实力来看 三星苹果再度合作的可能性 依旧是存在的 甚至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绝对不要认为 不可能 台积电自以为 有更先进的制程工艺之后 苹果高通们 就肯定会用到 他的这个先进的 这个制程先进的工艺 实际上呢 这里面也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现在没有想到的就是 到底用什么样的工艺 用什么样的芯片 甚至呢 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来实现商业供应链上的利益 那么实际上 还是由客户说了算 是由买家说了算 具体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还是由苹果公司说了算 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卖家台积电说了算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这样的局面 会使得台积电 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 苹果呢 也有它的难处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智能手机市场 整体呢 正在步入一个下行的趋势 就是我开头所说的 整个全球经济疲软 甚至衰退 那么消费者的购买力 也在下降 苹果手机 本来就是定位高端手机 价格非常高 虽然利润也很高 因此呢 普通消费者 一旦出现购买力下降呢 那么实际上就会 这个影响到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大环境 从今年的消费行情来看 包括疫情的反复 经济的下行 消费端的消费观念 甚至呢 也趋于理性 那么市场的消费信心 也开始走低 什么叫做趋于理性呢 现在的手机功能 大差不差 基本上都比较流畅 效果也都很好 包括咱们自己 国产的各种手机呢 实际上呢 用户体验 也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能用将就的用者 对吧 也都还挺好 也并没有觉得 有明显的差距 那么很多人手头呢 也是 这个不像过去那般 对吧 钱包呢 也没那么古了 所以呢 干脆这个能不花钱的 就少花钱 那么加上 当前的经济的整体情况 对未来的预期 对吧 未来的经济形势怎么样呀 这个工作能做多久呀 工作机会究竟怎么样呀 还能不能够涨工资呀 所以呢 消费者的这个换手机的欲望呢 也在走低 我们也看到在第三财季 苹果在大中华地区 罕见出现了1%的降幅 目前iPhone14系列的销量呢 实际上也并不如外界所期待的 就是说不及预期 那么有消息就说呢 郑州富士康已经拆除了 iPhone14部分的产线 因此呢 基于过去的这个经验呢 应该说换手机的周期 可能会进一步的拉长 那么 苹果公司为了确保它的利润呢 从供应链环节 为自己来节省开支 流出一部分的利润 可能也就成了苹果的一种诉求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我一方面 行情下滑 我的这个手机的销售情况呢 消费者的换手机的周期 可能会拉长 在此情况下 我的上游的供应链的厂商 还要求我买你的零部件的时候 比如说代工芯片的时候 还要涨价 那么这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呢 就面临着两头几的难处 那么毕竟呢 我们也要看到 三星这么多年 一直在努力争取 为苹果A系列的芯片 来做代工的机会 如果苹果将这个机会 留给了三星 三星无疑能够接受一个更低的代工价格 由于苹果本身的需求量 芯片代工成本降低 将为苹果能够节省大量的利润 台积电呢 的的确确也面临着自己的商业左右为难的处境 我们前面说到了通货膨胀 对吧 所以现在全球的经济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叫做呢 智障 或者是呢 两头几的情况 你一方面物价上涨 对吧 你这个价格 原材料 方方面面 什么价格都涨 美国通货膨胀 欧洲通货膨胀 能源价格上涨 那么价格既然上涨呢 无论是台积电 还是什么公司 那么你生产的成本上涨 生产成本上涨呢 可是在消费者这一端呢 消费者又不买单 不买单的话 那么你的终端产品销售情况 不及以往 那么就变成什么呀 同样也是两头几 对吧 苹果公司不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 因为我的手机可能 可能不如以前 赚那么多钱了 或者卖那么好了 但是你这一端呢 苹果公司的 你进货的上游厂商 你的这个原材料 你的东西呢 成本在上升 那又怎么办呢 这就是两难禁地 那么在过去呢 台积电还拥有 包括像华为啊等等 这些大客户 从潜力上来看呢 过去华为的订单潜力值 增长是非常快 非常大 可以对苹果形成一种制衡 但在台积电的角度来说 我有多个大客户 当然好一些 对吧 可惜呢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那么华为就被剔除出了 台积电的客户名单 这也是美国方面自己做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一旦苹果的订单 留给了三星 台积电是没有能够替代 苹果订单的新客户的 那么大量的EUV光刻机 可能就会停工 这不是台积电能够承受得住的一个结果 因此在苹果强势要求涨价的情况下 那么台积电可能会选择与苹果进一步谈判 苹果公司是拒绝涨价 但是苹果公司即便是愿意谈判 它做出退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从双方的个性和实力来看 这场博弈的结果 以台积电妥协的结果可能性是更大 不过我们现在也是难以去下定论 毕竟台积电也不甘心被苹果压制它的定价权 苹果如果选择三星 未必能够达到台积电的工艺性能与效果 但是从过去来看 三星代工的两代骁龙旗舰芯片 也出现了发热等等这些情况 市场的口碑与性能体验并不能够让消费者满意 因此现在可能到了博弈的一个关键时刻 如果台积电选择硬钢苹果 苹果不妥协 台积电就很难下台 从长远来看 苹果的订单必然要分流一部分到其他的竞争对手 可能也会给了苹果一个扶持三星代工的强有力的理由 如果不涨价 台积电很难为自己留更多的利润 台积电在工艺研发层面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 如果利润不够 很难有持续的动力和研发资金去持续推进芯片工艺的进步 那么也有业内人士谈到 唯有硬钢苹果 台积电才有进一步生存发展的机会 如果忽然 那么就成了苹果的棋子 苹果与台积电这一场的溢价权的博弈 究竟会走向何处呢 实际上还有得看 更何况美国政府一再去要求台积电赴美设成 那么相关的研究都已经非常明确 肯定的台积电到美国设计的工厂成本至少上升50% 那么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呢 必然是要由他的客户来承担 所以台积电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的收窄 那么苹果公司如果不愿意涨价 那其他公司可能会跟随苹果的步伐 不愿意去妥协 在此情况下 台积电就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 可是我的这个销售的价格却不能上涨 于是总的来看 台积电可能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 如果双方都不妥协 将是商抵1000自损800的结局 各方都有得失 那么这可能是更加考验台积电的智慧 也是台积电过去的做法 导致自己的客户圈越来越想要种下的苦果 那么今天台积电的核心高端客户 几乎就是那几家美国巨头 苹果公司 高通公司 AMD 英伟达公司等等 这几家客户一旦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 有了其他的选择或者有其他的心思 那么台积电的订单与利润 就会面临不稳定的局面 苹果从水减电单到放弃台积电的N3工艺 再到明确拒绝台积电的涨价要求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今天台积电的尴尬地位 或许值得它深层的反思 正所谓商场入战场 而现在的全球局势又何止是商场一个思维路径呢 在美国的政治黑手升向全球科技产业链的今天 未来的全球化科技巨头们 恐怕还会面临更多的头疼的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